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本章呢 我们将进行这个操作系统提升篇的学习 那么为什么叫提升篇呢 主要是因为本章的内容非常重要 既是重要的理论知识 也是重要的实践知识 那么这本章我们将会学习 第一个部分的重要内容是这个 线程同步的方法 第二个呢 是这个进程同步的方法 那么这些知识呢 既是这个重要的理论知识 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实践知识的 那么学会这些知识呢 我们在比试面试 或者说在这个开发高线的后台服务的时候 都非常有用 那么因为这些呢 我们才把本章称之为这个操作系统的提升篇 希望同学们通过这一章 能够掌握这个线程同步的方法 进程同步的方法 以及一些重要的概念 那么进行学习之前 我们也先来回顾一下 我们为什么需要线程这样的同步 以及为什么需要进程的同步 那么首先我们来回顾的第一个问题 是这个生产者和这个消费者问题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 它的描述是这样子的 有一群这个生产者进程在生产这个产品 并且呢 把这个产品给提供到这个消费者进程进行消费 那么生产者进程呢 和这个消费者进程可以并发的执行 那么在两者之间呢 就设置了一个具有N个大小的 可缓冲的这个缓冲池 生产者进程把需要生产的产品 放到这个缓冲池里面 那么消费者呢 可以从这个缓冲池里面 取走这个产品进行消费 那么这个就是著名的 生产者和这个消费者问题 那么在这里面 因为有这个多个进程的存在 并且有操作系统这个并发 以及并行相关的概念 就导致这里面细节上面 有存在一些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呢 都是我们需要通过这个 现成同步 或者是通过这个进程同步 去解决的 那么这些细节呢 同学们可以回顾 我们前面所学习的内容 接着第二个重要的问题 是这个哲学家进程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是这样子描述的 有五个哲学家 他们的生产方式是交替的 进行这个思考和进餐 他们共同的去使用一张圆桌 分别坐在周围的五张椅子上面 在圆桌上有五个碗和五支筷子 那么平时呢 他们只进行思考 在G2的时候 则试图取他们 靠近他们的这个 左边和右边的两支筷子 那么只有两支筷子 都被他们拿到的时候 才可以进餐 进餐完毕之后 放下左右筷子 继续思考 那么这个就是著名的 哲学家进餐问题 那么对于哲学家呢 如果需要吃饭的话 那么首先拿起左边的筷子 然后拿起右边的筷子 然后呢 进餐 那么这个就是他们进餐的方法 那么这个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那么如果说这个平时的话 他们拿起左边筷子 那么发现右边筷子被拿的话 那么他就会等待这个 右边筷子被释放 释放之后呢 再拿起这个右边的筷子 然后进餐 这是一个理想的状况 但是呢 有一些极端的状况 我们也是要考虑的 就是五个哲学家 同时拿起左边的筷子 然后呢 他们都发现了 这个右边的筷子被拿了 那么他们只有去等待 这个右边的筷子被释放 但是呢 这右边的筷子 因为都被他们拿起来了 所以呢 都不会被释放 因此呢 相互等待 最终呢 他们都饿死了 那么这一个就是 著名的哲学家进餐问题 那么因为这个问题 以及前面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问题呢 我们就需要进行这个进程的同步 或者说这个现成的同步 那么在这里 这个筷子呢 就属于这个临界资源 那么这些内容呢 或者说这些问题 我们其实在前面都已经学习过了 那么如果有同学忘记的话 那么就翻看以前的视频 去回顾 或者说继续学习 这些重要的概念 那么在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本章 它具体的内容有哪一些 那么关于这个临界资源呢 以及这个现成进程的通信 我们将会分成这个 现成间的同步 以及进程间的同步 去学习的 那么在这里 这个现成间的同步呢 先会学习 负质量 读写锁 自选锁 以及条件变量的 四个方法的 这四个方法都是实现这个现成间同步的重要的方法 接着在这个进程间的同步呢 我们重点会学习这个共享内存 以及这个预造结质的 那么这个共享内存 以及这个预造结质呢 也是这个进程间同步 非常重要的内容 那么希望通过这里面的学习 同学们可以对这个进程间的同步 以及现成间的同步呢 有一个更好的 更全面的认识 那么除此以外呢 这本章我们在后面 还会补充一些重要的概念 包括这个用户态 与这个内核态 上下文切换 以及斜程 当前非常火的一个斜程 还有这个编写 性能良好的程序指南 那么这些内容呢 在本门课程接近尾声的时候 也会补充给大家 那么这里面的重要概念 以及前面所介绍的 现成间同步的方法 还有进程间同步的方法呢 都是操作系统里面重要的一些内容 所以呢 本章才称之为这个操作系统的提升篇 那么希望通过这一章呢 可以提升大家对这个操作系统的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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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含鸟 选择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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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含鸟